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有多冷呢 我们刚刚来介绍在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跟我们一起讨论的来宾是 优质旅游协会理事长李奇悦 你好 好 邀请到资深专栏作家王上志 大家好 好 上志兄也是对两岸了解 非常深入的专栏作家 也邀请了财经专家 赖先生 憲哥 大家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谢晨燕 大家好 以及网络观察家朱雪亨 各位大家好 好 节目开始 跟大家带您来看 昨天保德力开了第一枪之后呢 警戒在今天 观光野的寒冬财源又传出谁呢 灿星旅游 哇 很多观众朋友 一定都上过灿星旅游网路 去订过票 没有想到竟然传出财源 结果灿星旅游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人 没有上百人 是才十八人 但一夜之秋 而他旗下的金黄咖啡 10月份要财源224人 没有想到连高雄第一家新级饭店 已经开业51年 很多高雄人共同记忆的老饭店 黄饭店也说他们要熄灯了 憲哥 对 那昨天在讲保德力 他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现在一波一波的柴檐草 甚至关店草 那到底是一个骨牌效应 还是会火烧连环船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 真的非常严重 我想这个火烧连环船 骨牌效应是一样的 只是不知道会烧多大 我们休息会儿就要来告诉你 上次有这些消息 他告诉你到底在1月11号选后 会不会解禁呢 等会来告诉你答案 就是新闻 刚才有谈到火烧连环船 谈到骨牌效应 到底多严重 对 我们在昨天讲保德力的时候 他们已经确定了 今天已经证实 他们正式要放无薪假 那今天我们看到头版头 又是燦星旅游 燦星旅游这一次 他要裁员100多个人 那你知道在他原来的 但是他说明那么多 他说18人而已 没有 他原来的员工 他们有一个录音档 开会的录音档 本来是说不要做了 关掉 不想做了 他又关掉不想做 燦星旅游 对 后来是员工一直的 在跟这个主管 跟这个长官在讲说 如果能够做就尽量做等等 就变成缩编 所以现在台北市 有五家门是缩编 那目前就是大阪县 不赚钱的缩编 那如果有赚钱的继续做 另外我们看到他 两年前他不是去买了 一个金矿咖啡吗 金矿咖啡也不行了 收掉了224个人 全部都已经要面临裁员了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看到高雄的华王饭店 从民国57年开业 这是大兴集团 大统集团的吴耀廷先生开的 我们来看一下华王饭店 因为很有可能 再也看不到这个画面 我非常怀念 齐悦你很怀念 为什么 你是高雄人 我小学念河滨国小 我们家住在盐城区寿星街 要走过华王饭店 对 然后华王饭店是我们今天 常常走来走去之外 我最喜欢去那边吃酒席 我还记得他那个炸的花枝碗超好吃 我们每次只要有什么 在那边吃酒席 华王的酒席就最高级 可是呢他坐到月底 真的我觉得他在他关门之前 我真的还回去走一走 这是过去的老照片 我想这真的就像七月所说 是许多高雄人共同的回忆 对 因为在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 高雄最老的就是严定堡 他刚才在严定堡最漂亮的路边 而且他那是日本人最爱的 那时候没有国民饭店的 日本人来到高雄就是住华王饭店 而且吴耀玲先生 不管带薪霸肥 带痛霸肥 都跟日本有关系 所以他是大同集团 大同集团 所以他没在欠钱 他现在在拆完四十二的拆掉 他现在整个就不要做了 不要做他要改做什么 我们不知道 但是就是完全不能经营 华王饭店在高雄是很出名的 我以前还有这个乐队 这个乐队是要干嘛 乐儀队是 开墓啦 开墓 那大廳 一楼的大廳有一个世界电子钟 全世界电子钟 那是邪客日本经宫送给他的 世界电子钟 一堆日本人来的时候 都一定要拆上 世界电子时钟 这个是日本在邪客的中部 这个就是在我们华王饭店 所以你就知道说 华王饭店过去五十年 六十年 那时候在高雄的旅游业里面 他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全世界只有两个就对了 对 只有两个 这次画面上这是华王饭店的世界电子时钟 很多旅客到那个地方都要拍张照片 因为全世界只有两座这样的电子时钟 那么在今天竟然传出 连华王饭店也要熄灯了 我可以问一下 其实现在业界到底有多惨 因为昨天你谈到也有旅行社 在问说是不是可以先领钱 甚至周转出了问题 钱拨不拨的下来 现在有没有听到最新的消息 其实旅行业来讲 目前很多座大陆来台这一块市场的 整个旅行业的这些老板们 我们大家常会一起聊天 那大家对于整个未来都是 第一个有很多已经打算要缩编 现在大家是准备要缩编 那为什么不转型 转型啊 政府叫我们转型 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 就已经一波缩减了 其实已经有一大部分人推出市场 还有留下包括一些包括整病的 然后缩编的 还存了一口气的这些老板 他们就继续还在这一块经营 当然你说有没有去开拓东南亚市场 有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以前每次做路团 他这里拜托要跑越南去招揽生意 这个整个大陆旅客来台 一个市场的成型 从2006年小三通 2008年大三通 他是经过10年的时间 慢慢的酝酿出来的一个产业聚落 你说今天我们对东南亚招揽有没有效 这个效果要多久才会产生呢 至少没有个5年10年 他不会开发结果 他那个前期铺垫的工程很长 我们光讲说我们台湾要训练 有东南亚语系的接待人员 那个没有三五年去磨 怎么可能磨得出 对 这接待能力都有错问题 我们导游的能够接待东南亚的导游 语系上面都有问题 也不多 也不够 对 所以这个部分该不该做 该做东南亚也好 东北亚也好 全世界市场只要愿意来台湾的 我们都欢迎都要做 但是呢 原水救不了近火 对 原水水还没到 水还没到就饿死了 腹下去烧了 但是我们不是说什么 做生意只有做路客 没有路客就不能做生意 当然不是这样 很多公司他们也会想要 赶快的去做其他生意 可是这一个生意 已经养活了几十万人 你知道最惨的是什么 我已经要放弃了 我已经要转型了 结果今年呢 据说因为去年的九合一大选 国民党大胜 路客又来了 本来要切心 那天鲁晓晓不是一讲吗 一个流氧车业的 他说又去把车输回来了 又继续做 让他切油再炸下去 糟了 又紧说了 你看这样 这个是练度 台湾说这叫练度 对 我们来已经要 已经切心要放起来 这真的是尊头冲水 尊尾怕鬼 走走四斑走多 那不知道要怎么你知道 现在要怎么 好 问题来 叶子现在该怎么办 1月11号会不会解禁 如果说1月11号会不会解禁 那我就勒紧裤袋过日子 我就 淋一滑 一点 可能到11月11号 反正也許老公就是為了要操弄台灣的選舉也好了 或者希望民進黨不要當選的一個政治手段 那也許一一不管誰當選都會鬆綁 那我就忍耐一下 我就撐一下 一一會鬆綁嗎 上次 其實這一次因為過去歷來每次選舉前 其實大陸方面其實都會控制 對 今年來特別 對 以往大概都是十一月 而且是私下也不用特別宣布 這一次那麼早在八月初 其實這是很空前 以前沒有宣布嗎 齊悅 沒有 以前都是他們只會做縮減的動作 因為中國大陸它的政體是一條邊的 而且能夠坐大陸來台的這些大陸旅行社 都是特別審批 特別資格 不是說我開個禮室 所以以前是只做不說 這第二個 以前的時間沒那麼早對不對 對 他會在選前大概兩個月 人數會明顯降低 因為他也不想要讓選舉東西太多 以前有沒有降到這一次怎麼 那這一次是很特別是 這次是把水龍頭整個關起來 不是關小 7月31號宣布 8月1號停止 47個審視自由行簽證辦理 那這個一宣布之後 而且這一次是整個 由文旅部發新聞稿直接公告 而且國台辦的發言人也出來講話了好 那這個訊息出來之後 他那個風暴蔓延的呢 沒有錯 我只有關自由行 我旅行團沒關 我交流團沒關 我探親房友相關通通都沒關 可是很多民眾自己一看 政府是這個態度 很多底下的旅遊局機關一看 政府是這個態度 他們自己就停下來了 好了 上次 所以剛剛談到 你說之前沒有那麼早 那我也問了齊悅 因為他是台灣的業者 他說確實沒那麼早 第二個 確實以前只做不說 這次是大啦啦發公文喔 對 所以我們其實大家都在探 因為其實對台政策 它有好幾個層次 那麼一般其實國台辦 都是由國台辦去判斷台灣的狀況 研判 選舉情勢 往上報 最後再決策 可是這一次真的很怪 他的時間又急 而且馬上就立馬上就宣布 可以說就隔兩天就馬上就是 就禁止了 所以這一波到底 他的決策層級是什麼 其實大家其實都在探 因為其實國台辦是一層 國務院是一層 再往上就是 中國大陸就是對台工作小組 所以整體來看 這次是多高層來判斷 來做這個決策 其實很難講 所以但是現在整個 中國緊縮的思路是無論 對中美貿易對台 對香港都是緊縮 所以你剛剛提到 到底一月台灣選舉之後 會不會就開了 會不會韓國瑜選上 真的就開了 其實還很難講 因為這一波的緊縮的思路是整個 北京當中的治理 包括對國際上 兩岸上 包括對香港 都是這種緊縮 所以到底會不會期待一月多 我覺得很難講 我沒有聽懂 你說對香港有緊縮嗎 也緊縮 包括現在對香港的觀光其實也是 他沒有特別去宣布什麼 可是所有在香港都知道 現在基本上也都沒有觀光客進來了 但是是他們不敢去吧 怕抗議吧 還是他們不讓他去 這是兩個層次喔 對 但是其實在每次 在香港 如果說先前 包括有香港跟內地的民眾 有一些地鐵上那些衝突 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 其實呢 即使沒有宣布 自然而然在很多的觀光旅行團 他們就會控制了 因為其實到香港觀光的 這種自由行的開放程度 比到台灣要寬鬆許多 所以他們很多其實是直接在源頭 就這樣講 雪龍頭把你關掉了 他並不見得一定要特別宣布是什麼 所以其實在香港的觀光 你直接看現在的結果 就是就沒有觀光客來了 所以也就是說 從大陸到香港去觀光的這個線 對 他也緊縮了 也緊縮很明顯的緊縮 那台灣也緊縮了 對 那您剛剛說這個層次是高過國台辦 高過國台辦 所以國台辦到底事先知不知道 我想當然在最後宣布 其實最後一起來 台灣其實是蠻震撼的 對 因為台灣也是 就像剛剛其實說 想不到一宣布 隔兩天 通通收起來 那台灣好像事先 也沒有拿到任何的訊息 我想其實我從台灣的角度都知道 這個政策宣布之後 對台灣的選舉是有影響的 而且對於中國大陸方面 當然會認為是不是窮台政策 你是不是要來整我們台灣 其實如果就國台辦那麼了解 現在台灣的民間輿論反應當中 我個人不認為 國台辦會提這樣子的建議 所以國台辦可能根本連國台辦 都不知道 他就是執行 我認為他其實就是執行 而且從國台辦在宣布 發言這個過程裡頭 你可以看到 我覺得有一些 我個人覺得有一些 不像以為這麼流暢 或是這個政策是他主導的 有一點無奈 我覺得有點像配合中央 在表達這些政策 那現在唯一 我對不起我打架 現在唯一是不是只有商務課可以來 可不可以透過商務課的方式來 可以 現在我是這樣子 這個實務上雖然如此 可是我所知道的部分 其實商務課雖然你有宣布不可以 但是很多商務課 其實都是不能來的 連商務課也不能來 我所知道 譬如說現在9月初 其實兩岸的這種清大 兩邊的清大 他們固定都有校友會 一年在大陸召開 一年在台灣召開 今年在台灣的新竹召開 可是呢 就是因為8月1號 宣布不能來之後 這些拿商務簽證的這些人 再申請也都不能過來了 這是我所知道的事情 連商務也不能來了 我補充一下 像這樣 那它是總開關的關起來 應該是說 中國大陸來台灣 目前自由行關掉了 旅行團可以來 這些會議交流參訪商務 通通都還可以申請 只是中國大陸他們自己的民眾也好 尤其中華大陸有很多像 你說什麼清華北大 那個也都是公家學校啊 可是上次說 他們突然間就不能來了 這他們是說 他們不是說法規上可以來 但是他們會覺得說 現在來時機敏感 我們還是稍微緩一下 大部分都是這樣子緩一下 很正常 我就舉我公司為例好了 我們公司到 在7月1號宣布 自由行不能來之後 大概在一個禮拜期間 我們公司原本有接待的6個團 到年底之前有6個團 就是大陸的一些公務機關來台的 一些參訪交流活動 6個團通通就取消掉了 他們的回答都是說 現在時機比較敏感 所以我們就緩一下 明年再說 但是我也必須要提醒一下 中國大陸 因為我知道我們這節目 其實大陸很多人在看 用這樣的方式去來做的話 其實我個人認為 中國到這個方法是不好的 是在幫蔡英文輔選 為什麼 因為他這樣做下去之後 或是會引發台灣老百姓的反彈 所以剛剛上次說 他認為這個決策 不是來去國台辦 這個決策 國台辦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好來 後續比較擔心的是 骨牌效應 火燒連環川 現在7月已經創下 11個月的新高 恐怕還會更高 當然會 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從旅行社 然後開始到比如說換店 現在連那個餐廳 都已經出問題了 比如說洪師傅牛肉麵 他8月份的時候 洪師傅牛肉麵 對 他在台北有三家店 有一家是專門接入客 本來都是遊覽車 一車一車載過來 他說8月份平均每一天 還有差不多600個人 現在已經降到400 他9月份 根據旅行社跟他的報告說 可能從400個人再降一半 剩下200個人 所以你就從800到200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是多麼的嚴重 我們來看最近公佈的一個 最近一年的這個 失業率數字 最近一個月的那個 7月份的一個失業率3.82 3.82 11個月新高 11個月來的新高 那3.82是多少人失業 你知道嗎 45萬7千個人 這45萬7千個人 其實裡面還有一個 隱藏的黑數在裡面 隱藏的黑數 對 就是經常性的失業 隱藏性的失業 現在台灣差不多22.1萬人 所謂隱藏性的失業 就是你每個禮拜工作 沒有超過16個小時 也就是說你每個禮拜7天 你可能沒有說連續兩天上班 不管你打臨時工 這些叫做隱藏性的失業 除了這個隱藏性失業以外 比如說他一個禮拜只工作 假設他一個禮拜只工作6小時 對 也選他去7天打工 那你等於就是 你也是失業人口 他算是有就業 不在裡面 在這個數字上是有就業的人 不在失業率數字裡 對 他算是就業 那其實他是隱藏性的失業 他是隱藏性失業 另外光是7月份 這個被資遣 被縮邊 被無薪假的 超過10萬7千個人 那這些包括面板 包括很多電子業 另外還有一個 你知道年輕人的失業有多少 20歲到24歲 12.2% 12.2%就是說 你只要畢業一出來 不管你是從台大 12.2%是10個人裡頭 有一個人就沒討論 8個人有一個人就失業了 冬天真的來了 而且冬天提早來了 那政府到底能不能提出 有利的措施 有效的措施 我們稍後再來做討論 不過另外一個國際焦點是香港 我們來看看香港 好 香港在今天呢 823香港之路牽手人鏈活動呢 他們預計要號召4萬人 據說快要達標了 823的香港之路 號召萬人牽手要逐超過40公里的人鏈 所以顯然香港的抗議之火 看起來還沒有洗耶 對 當然一方面 沒有消退耶 沒有消退 但是呢當然以我們看到 包括818的部分 就幾次能夠打百萬人 即使下大雨也都不能夠交襲 他們抗爭的熱情 當然今天看起來部分 確實就在幾萬人 但今天是星期五 不過是這樣子 我們通常在判斷 星期五有4萬人這樣算是 這個算是還是蠻厲害的 蠻厲害的嗎 因為禮拜五是要上班的嘛 對 還是要上班 但是呢當然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這樣子 就是現在在這個星期 香港的各大學都已經開學了 那麼所以現在要看一下 裡面的成員裡頭的年輕學生 究竟多少 那麼我們在判斷 究竟這個抗爭大不大 其實我們會看一個東西 就是簡訊 像這樣這個就是我在 這個簡訊就是我收到的 因為我香港的電話號碼 在818當天的時候 其實香港的警方 香港政府的警察 就發了一個簡訊通知我說 哇 今天那個維多利亞公園 會有大型的活動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上次的簡訊 好 簡訊講到 警方呼籲今天下午 港島維園有大型公眾活動 請留意各媒體的最近消息 以及警方社交媒體 所以這是818那天你收到的對不對 對 所有的市民都會收到 對 那麼像這樣子就有點像是 在台灣受到地震一樣 就他確實是認為很大的活動 會要注意交通 甚至注意安全才發 所以像今天的部分 我們就沒有收到這個簡訊 所以當我大概沒收到這個簡訊 我想我作為一個在香港居住的人 我們的經驗就知道 今天大概不會影響到交通 不會影響到上下班太多 所以整體來看 今天不算是一個很大的活動 好 那會不會是在9月開學 你說部分有些需要已經開學了 是不是9月開學之後 才是重要的考驗跟關鍵 我們回來新聞 反送中他們繼續希望能夠把這個火跟熱度延續 他們辦了一個活動 叫做九二罷課兩周 逼港府回應 九二罷課兩周是 學生不去上學啊 對 現在其實主要是這些大學的學生會 也就是說是學生組織裡頭所提出的 它並不是學校或者是師長他們正式同意的 這個學校的部分的行為 所以大概其實有關於罷課已經講蠻久了 主要是 大家受矚目主要是 也不是第一次 對對對 而且一直都提 其實大概每次有關於他們這種罷課或抗爭行動 每次大概都會有提出很激烈的主張 可是實際配合是如何大家都在觀察 那麼尤其因為是這個禮拜開始 香港的各大學已經開學了 新生都報導了 那麼大家就在看 會不會在抗爭的學生當中 還是有一些倦鳥歸巢 回到校園生活 那麼使得在街頭抗爭的年輕人 特別是大學生能夠比例降低 那麼我覺得在香港大部分的民眾 而且我相信包括香港政府來自北京 應該都在看這個時間點 這一兩個禮拜 有沒有可能因為學生回流校園 而使得街頭抗爭有機會平緩一點 而且另外我們有看到一個 蠻有意思的事情 最近其實有關於香港抗爭 慢慢的已經變成一個 全球的一個文化活動 所以他們現在一方面是走這種流水式的部分 好像很和平 而且你會看到包括今天的這個人戀 他有很多意識形態上的訴求 不像先前就是五大抗爭 像先前大家那個遮右眼 這個已經變成一個全世界的一種政治的一種訴求 它變成一個抗爭 仿佛像是一個政治街頭行動劇 是 然後作為這種文化意識的訴求 慢慢讓這個抗爭 一方面提升到國際化 二方面現在在街頭上 也比較不會感覺那個劍拔爐章 就好像隨時都要催淚彈或汽油彈開打 所以我是指說現在香港民眾 一方面期待學生是不是回校園 二方面大家也在看 會不會學生慢慢的把街頭當成一個表達意識的表演 而不再是訴求這種很暴力的肢體 我覺得這兩個也許是一個有意思可以繼續觀察的契機 好 特別是我們再看這一次的反送中行動 這裡面有兩股力量 一股是中國方面中共的力量 一股是抗議民眾的力量 反送中的力量 這兩股力量在角力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您剛剛所說的 抗議群眾的這一股力量 似乎我們嗅到了他們情緒的轉換 甚至據說有一些抗議的人群 他們的心情是我能用的招數我都用了 媒體也好 然後激烈的行動也好 訴求或者是無所不用其極 他們能用的都用了之後 他們其實目前看起來並沒有要到太多 很有可能持續的力道 我們不知道能不能接續 另外一股力量是 中共的力量似乎那個前置的壓力越來越大 剛開始中共開起來是比較軟的 盡量不要太強硬 但現在看起來他們這一股的樣子越來越強 為什麼我們來看 匯豐和渣打在今天各大報全版 登了被稱為下跪文的廣告 來 匯豐 渣打在今天說 他們登了廣告 來 這是匯豐的 這是渣打的 用了非常大的版面說 匯豐呼籲以溝通解決分歧 我們來看渣打所登的廣告 反對暴力恢復秩序 維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好 東亞銀行其實也登了 所以各大銀行各大金融機構 開始在登廣告了 開始在呼籲了 被很多挺反送中的民眾認為這是下跪文 是不是中共的施壓越來越強 我想其實包括無論對於匯豐 或對於像國泰 這一波的可以說是這種給予他們企業管理上壓力 甚至換掉高層 毫無疑問當然其實還是政治的力量介入 包括先前比如說黎智英的一傳媒當中 廣告被收掉了 就在當時他遇到很大的錯誤 廣告被收掉了 先前就是很多民生銀行 中資的銀行 在蘋果日報 一傳媒集團 在先前兩年多前 他就把所有的廣告都撤掉 這個黎智英是非常大的打擊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們都知道出手的就是中聯辦 所以也就是說對於介入香港這些企業 你聽不聽話 那麼就用什麼方式來制裁你 或來控制你 大概我們在香港都知道 大概都是中聯辦 就是中聯辦在出手 應該都是中聯辦 那中聯辦出手都快很準 當然 因為他是很直接跟香港的企業 以及同時右手對北京通知報告 而且都是以中聯辦在蒐集整個香港的部分的情勢 雖然有一個港澳辦 但我們知道真正的權利都在中聯辦 那麼右手是對北京政府 可左手還是跟香港政府特區政府當中 所以其實中聯辦的角色是非比尋常的 是我們在香港 所有無論在跑政治保財經 都非常注意中聯辦的這些動向 所以為什麼會做這個事情 我們的概念大概其實 它不會用到國務院這麼高層 在中聯辦就平時都在整人了 我是指出香港的企業的角度來說 那香港真的會不會深圳取代 有關於香港 中國打的算盤真的就是準備要落花香港 讓深圳取代香港 其實我們從長期來看 包括現在包括這一波 有關於大灣區的整體的規劃發展 我們我想已經在這五年以來都沒有看到 特別針對於香港的建設 它基本上都是整個包括整個香港 包括珠海深圳乃至於到廣州 整個大灣區的整體的部分的概念 而且其實在深圳當中 有非常多讓人側目的一些政策 都會在那個地方做試點 但我們自己在香港是這樣子 我認為是最終如果要上市 跟國際市場對接跟銜接的時候 那個時候當然是香港這個地位 是無通取代的 而且香港的包括 它的金融貨幣的自由的政策 出出入入很方便 這也是沒辦法取代 可是在此之前 有一個非常多之可口的就是 比如說中國大陸有非常多 現在我們都知道這種小型的創新企業 一些小獨角獸或所謂準獨角獸 比如說都已經高達三億五億美金 這種估值的 其實基本上都會跑到深圳 來募資 像我看到一個現在中國大陸 最大的在做粉絲經濟的一個平台 粉絲經濟 對 他的CEO就是個宅男 白白瘦瘦的 上台的時候 你會看真的很不起眼 而且才三十出頭而已 那他以前就是追星族 可是他追星久了之後 發現很多粉絲需要服務 所以就他開始就是認真的去整合 或者去說服一些明星 跟明星的經濟公司 告訴他們說 其實粉絲需要什麼到什麼地步 然後另外他搭建了這個平台 然後他們開發了很多粉絲 可以獲得的 這種來自明星的N次的產品 比如說好了 比如說斐堅你生日 你可能很喜歡彭于晏 那就這樣你生日那天的時候 彭于晏就打電話給你說生日快樂 或彭于晏就發一個特別問你說 陳肥健小姐 祝你生日快樂什麼之類的 然後也就他們把很多粉絲的這種高端需求 像這樣子的一個視頻 我通醫院是沒有啦 我是說如果類似像這種產品 的話大概就可以高達一個產品 就是可以幾萬人民幣 所以對於那些明星是怎麼樣 每個月的月初 他就是送來個清單 要誰錄音哪些都視頻 他就啪啦啪批亮的錄完 所以這個我們聽起來很簡單 可是他開發的這個粉絲平台的話 每年現在的營業額的話 是幾億人民幣的營業額 另外我還有一個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就是一個我們現在公認是 獨角獸界最帥的CEO 他叫做姜華 那這個這個中年三十五歲的大帥哥 他原來是開幾個健身房 然後可是他發現他健身房裡頭 那個拳擊跟搏擊好像很有趣 所以他在隨著他健身房做連鎖的過程裡頭 這個就是姜華 對對對 這個很帥嗎 你們不覺得很帥啊 就是很帥 然後就是他 他呢就是 他就把他的搏擊的這一塊 發展成最後是 運動頻道當中的競賽項目 捧一些搏擊的拳擊的明星 然後到國際上 然後他發展成一個運動頻道 他現在這兩年已經準備 我跟你講 明年就準備在香港上市 而且他的這個頻道 變成還叫做昆倫爵 現在估值已經有五億美金之多了 再加上因為他長得真的太帥了 所以很多的貴婦還有很多的同志的這些 你知道這些資本家就捧著錢 然後去投資他這裡這樣 這就是深圳我們沒有看到的活力 對 而這樣的活力很有可能 讓孫生持續的婆婆發展 甚至弱化香港的地位 他緊接著產業消息帶你來關心的是 川普跟庫克吃一頓晚餐之後 代季出現了重大變化 什麼重大變化呢 大家其實還記得 我們在節目當中有談到 川普跟庫克吃一頓晚餐 然後庫克就跟川普說 三星啊 他講很多壞話 三星啊這是個料杯啊又很愛學人精 然後你如果科我的關稅 那就是讓三星得到好處 在競爭力上就有可能 我會輸給三星不行啦不行好 川普就說 那我要好好想想看 我要謹慎的想一想 他真的有認真想了 想出來的結果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 川普已經放話了 他說我要幫助蘋果佔三星 白話文的意思就是 我來幫你殺三星了 所以川普是誓言 我要幫助蘋果來和三星競爭 他準備怎麼殺三星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 他做這件事之前 他得想一下是不是在自打嘴巴 因為課關稅這件事情 就是他搞的啊 對不對 就是他要讓美國再度偉大 他現在已經對蘋果暫緩了 至少手機的部分暫緩 好 那他是不是可以持續暫緩 然後想辦法對付三星 先把三星提起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就是說最近整個 包括在美國市場 還有包括在這個全球市場 整個蘋果跟三星的市佔率 如果我們來去仔細的看的話 在美國蘋果還是佔得很穩 他還是佔了四成北美 還是佔了四成的一個銷售率 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因為去年同期是40.3 然後今年到40 其實小調0.3 可是我們仔細去看 三星他雖然排第二 可是他急起直追 他跟去年同期相比 增加了超過6% 所以他真的追得很緊嗎 追得很緊啊 川普在哪一個市場 能夠著力呢 他的地板當然是美國嘛 那是他的地盤啊 那他在美國怎麼樣想辦法 把三星的新粉逼退 讓這些新粉變成果粉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方法 但是我們來看 老師剛剛談到三星的佔比 現在這是在北美的嘛 對 北美目前呢 他仍然是輸蘋果 但是其實他是往上成長的 排在第二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2019的第一季 蘋果是40 三星是29.3 可是去年的第一季 蘋果是40 蘋果沒進步嘛 但人家三星去年的低級是23耶 23到29人家成長了6個百分點 至於在全球的部分 那就真的要讓蘋果老把散 全球的排行榜 第一名是三星 第二名華為 第三名蘋果 老師 其實這邊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要特別去看 因為其實蘋果過去至少跟三星 大概在一二名這邊還能夠相抗衡 而且2016年的時候 Note 7不是爆炸嗎 爆炸這個時間點應該蘋果就順利 集起直追啊 可是追上來的不是蘋果 是誰 是華為 你說Note 7爆炸的那個時候 2016年啊 蘋果沒有搶到他的市場 沒有搶到他的市場 而且反而是華為串上來 而且我們仔細去看喔 雖然說他是排第三喔 但是第一名的三星 在全球的市占率是超過兩成喔 而且今年同期跟去年同期相比 它增加了1.8百分比 蘋果不但沒有成長 反而衰退 而且這個差距是越拉越大 所以請問一下 過去這一段時間 是不是美國的政策 反而把蘋果往下打 所以他當然找川普要啊 說你得幫我啊 我這個偉大的美國公司被你的 為了讓美國再度偉大 一打下去 我就差距越來越遠啊 然後這裡面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像今年蘋果要出這個 這個iPhone X 對 那他的這個面板 用OLED 好 那用OLED問題是95%是三星出的啊 現在全世界的OLED 的這個出貨 95%在三星手上耶 好 這件事我要特別講 據說啦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據說 蘋果再出iPhone 8 我自己就使用iPhone 8 那他不是同時也出了iPhone X嗎 他在那一次出貨不是一直延遲嗎 有人就說為什麼延遲 因為三星呢自己要出心機 就故意不給他OLED 不給他面板 讓他沒有辦法如期上檔 真的有可能嗎 這樣就太夭壞了吧 其實這就很像 球員兼裁判的一個動作 那你說有沒有可能按照 那這真的是奧布耶 按照韓國人的商業思維 也許有機會啦 但我覺得說現階段 如果我們真的要去打三星的話 容不容易 就是川普要打三星 到底容不容易 因為三星很聰明 因為他現在幾乎 他就不像蘋果說 我這個找別人做 那個找別人做 他幾乎所有百分之六十三以上 的零組件 都是自己做的 所以如果我們要針對他的話 我們得去拆解 其實拆解得出來 為什麼 因為包括他的這個處理器 鏡頭 比如說跟高通拿的處理器 好來來 請陳燕幫我們來拆解一下 我們拆解一下 如果川普要殺他 他要怎麼殺好不好 你說要拆解一下 三星手機裡的零件嗎 對 比如說處理器是高通 來 處理器是高通 對 螢幕三星 三星在中國蘇州 2002年就有廠了 他就有廠房在蘇州 三星電子 所以他雖然是自製 但他的廠還是在中國 還是在中國 那你看像大力光也好 鏡頭大力光 或是機殼的可乘 也是在這個大陸有廠 所以我可不可以針對這個部分 然後我再講另外一個 就是現在的這個S10 因為現階段 他這個S10要出來 那這個是 我這一支是No10 這個也是為了要研究三星 所以我特別買來 我算見 你不必解釋了 你平常就用這一支不是嗎 對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那個S10 如果我們仔細拆解 仔細拆解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圖 你把它拆開 對 就整個把它拆開 當然這是網路上 抓到的一個資料 其實在這裡面 其實最關鍵 大家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現在的一個鏡頭 是非常的重要的 他的鏡頭非常的重要 他這個解析度非常非常高 對 他這個幾個鏡頭 這個至少就兩個 然後我們再講這個紅膜辨識 過去我們講 他現在不做 他還是做指紋辨識 所以像他這個指紋是做在後面 所以像我要做指紋辨識 我這樣子就很方便 直接這樣就可以了 你覺得這樣很方便 很方便 你覺得後面比前面方便 方便很多 因為以前在前面很方便 他還會佔面板的一個 你根本就不是買來研究 你根本就喜歡用它 對不對 我是買來研究 那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發現 有一個機會 點要打他可以打得到的 怎麼打 因為他現在 前世的這個錄影機鏡頭 是用順語光學的 這個是用順語光學 這個是確定的 後面的這個指紋辨識 那順語光學是大陸的廠 大陸的廠 好 就大陸的公司了 那這個指紋辨識 用的是歐非科技的 用的是歐非科技的 那歐非科技也是大陸公司 對 那現在還有說天線的部分 可能也要用 但是目前是哪一家還沒確定 那這個幾個部分 其實我也不用說 你整隻 反正你這幾個 這幾個我打你 你這一隻要怎麼出 就有點困難了 對 那所以這樣打下去 其實當然對誰好 當然還是對蘋果 你一筆都不是特別高 都不是特別高 那最近 法人買得很兇的是 集中在印刷電路板的部分 印刷電路板的部分 所以我們幫各位 特別檢查一下 包括三個都是跟印刷電路板有關 包括滑通 滑通 我們看一下2313的滑通 對 所以蘋果裡頭還是可以找到投資標的 可以 特別是川普現在要助蘋果一臂之力 對當然我們從幾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是他的線圖相對大盤好很多 這是周線圖 這是年線 你就發現線圖好很多 而且我們也看到 今年他營收的年增率 已經開始快速的成長 好 法人也都開始進場了 而且大買 你看跟過去比較起來 他確實在大買 那當然我們看到就是說 他譬如說 以最近一季的這個獲利來看 0.5 2019第二季 那我帶各位往前看一下 其實關鍵在哪個地方 在毛利率的部分 毛利率14.67 成長 這跟前一季相比 然後營業率的部分 大幅成長 大幅成長 4.58到8968 所以這個產業的趨勢 如果來的話 未來一年如果賺兩塊錢 我們去算一下本益比 其實以現在的角度 加上成長率來看 他的股價其實還有表現的機會 我覺得這也是法人 為什麼要買進的一個原因 那另外一個一樣 也是做這個印刷電路板 我們看一下 幾乎都是一樣 線圖都很漂亮 然後法人都是大買 所以調節完以後 最近又買回來 然後我們去看他的營收的部分 這個年增率很可怕 都超過兩成 就是說他接單 跟去年同期相比 成長的速度很快 然後所以他們的毛利率 特別看 這是很重要的基本面 你看15到21了 然後營業利率大幅攀升 從5跑到12 成長大 5.93到12 解決了應該是都 訂單進來後 解決很多問題 然後一季賺了0.8 所以如果我們算 未來還能夠維持這樣 3.2 那他現在的粉一筆 大家就會發現說 很可口耶 跟蘋果一樣 那因為你印刷電路板 你要把很多東西 都把它黏在那個板子上 這個叫表面黏著科技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下一檔股票 也是一樣 跟印刷電路板有關 就把很多小的東西 全部塞進去 哪一檔 台表科 對 他把東西都黏在上面 表面黏著科技 一樣你看 印刷電路板起來 所以他的業績的年增率 年增率 也都是很 都是兩位數 而且二三十趴 甚至到四十幾趴 好 一樣我們來練習看一下 毛利率12.56% 然後營業率6.87% 然後獲利 一個季度1.59 對 經驗也都上來 每個季度都是大概 一塊半以上 對 那這樣大概六塊 那我們就去算本一筆 不高 所以為什麼法人也突然進場 我覺得跟這些因素 都有很大的關係 好 這是值得觀察的 蘋果概念股 特別是當川普準備 幫蘋果殺三星之後 特別留意一下 蘋果概念股 我說到了蘋果 來 我們來看一下蘋果 在今天有個消息 蠻有意思的 蘋果第一次來台灣買什麼呢 買太陽能綠電 找誰呢 找醬油商啊 找老牌醬油萬家鄉 觀眾朋友 你家裡用哪個牌子的醬油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這個廣告詞 你一定朗朗上口 什麼廣告詞呢 一家烤肉萬家鄉 大概沒有人不知道這個廣告詞吧 而且你如果這樣認真的講 我們中學節烤肉的那個習俗啊 就是萬家鄉搞出來的 對 所以不是 在萬家鄉做那個廣告 你記得一大個拉過去 然後大家在那邊烤烤烤烤烤烤烤 之前台灣中學節不烤肉的 所以萬家鄉不是一個簡單的品牌 而且你知道除了它當年是這個 師城龜甲萬撤資 就是當年這個台灣光幕之後 龜甲萬離開 萬家鄉就直接繼承它的技術之外 它也是台灣少數醬油廠 第一個能夠進入美國 甚至據說在歐巴馬的國宴裡面 也有用到萬家鄉的醬油 可是講到這邊 你都覺得奇怪 這還是跟太陽能沒關係啊 不是 這是跟蘋果 我很難把做導遊的跟蘋果 想在一起耶 一個做手機的怎麼會跟醬油 因為我們這樣講好了 萬家鄉發跡很早 所以它在全台灣各地 有很多的大的這個工廠跟用地 而且老牌的那個醬油呢 其實還是可以用日光來熟成的 所以它遞多對不對 所以它的第三代成立了太陽能公司 所以蘋果來到台灣 找的反而是萬家鄉的第三代 它叫吳如陽 他們過去已經有過太陽能電廠的管理經驗 這一次就在農科廠 也就是他們新落成的 那學鴻就坐在農科廠前 很大 非常大 屏東長治鄉 一萬五千坪的一個新廠 而且他們在所有的屋頂上面 甚至包含了可以利用的空地上面 也全部要加裝太陽能板 讓它的捷徑能源可以提供給蘋果 做整個供應鏈所有的生產之用 好 但是蘋果要回來講蘋果了 我就真的搞不懂了 蘋果要去買綠電 它幹嘛買綠電呢 因為它對所有的股東 它買電子零組件我可以理解 它買綠電幹嘛 因為它就像Google Amazon一樣 它已經承諾說我要盡可能的 讓我的供應鏈裡面 全部用捷徑能源 所以它要買 而且要讓它的 我們要講清楚 包含它所有零售店 包含它所有的外包廠 包含它自己本身的Apple Park 全部都要用捷徑能源 你看這個數字就知道 我們來看這個數字 想不到蘋果竟然是 太陽能發電王 是 它排名第一名 第二名是亞馬遜 它排在第一名 Google還在第六名 是 它能夠有多高的發電量 接近400萬 百萬瓦的發電量 足以充飽600多億台智慧型手機 也就是蘋果的立場是 我也為了這整個世界的 捷徑跟乾淨 付出了很重要的一個投資 包括它的總部 我們來講它的總部 我們在後面看到這個像 飛碟一樣 這是它的總部 對 這是在Steve Jobs過世之前 最後留下來的一個遺產 它即使在過世前 都還在修改這整個 Apple Park 所有的設計 你可以仔細看 第一個 它除了像飛碟之外 裡面所有的屋頂 都是太陽能板 而且整個戰地 大概有3萬5千個足球場 2.5億平方公尺那麼大 裡面有這個咖啡廳 你聽到咖啡廳 好像覺得什麼了不起 就一個咖啡廳 對不起 這咖啡廳有1000個座位 然後這個 它跟劇場兩邊加起來 其實兩邊加起來 一邊是3000個座位 一邊是1000個座位 而且這裡面 連健身跟健康中心 全部都有 最重要的是 你可能覺得很意外 它擁有世界上最大的 弧形透明的玻璃 為什麼弧形 第一個 因為它們要用非常多的綠能 所以它的採光本身要好 它採光要好 就盡量要用自然光減少電力 所以你看到這一整片弧形玻璃 全部都是一體成型 然後吊掛組合在一起的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可以看到的是 住在那邊的人 第一個 他們會覺得 哇 怎麼有這麼大的弧形玻璃牆 第二個 它的目的就是要讓大家看到說 這裡有這麼多漂亮 而且使用綠能 又是一個完整曲面的設計 所以對於Steve Jobs來講 這就是它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遺產 Apple Park 是世界上最大 而且是綠能應用白金級的建築物 好 所以我們今天才知道 原來蘋果也是太陽能發電王 原來蘋果公司呢 什麼費用都有 唯一沒有的費用就是電費 好 不用繳電費 甚至它要求它的供應鏈 要是綠色的紅蘋果 所有的供應鏈都要用鋁能 他還來台灣找了萬家鄉醬油 買了鋁墊 那我們就要回來講 萬家鄉醬油 剛剛談到它的平農場 平科場 它用了15000坪來做太陽能板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傳統的醬油公司 甚至於是屍成日本龜甲萬 因為當時我們在戰 不是我們戰敗 我們現在看它很高科技 對 日本戰敗之後 那龜甲萬 原先不是在台灣有雇員工嗎 還有開場 那所以當年萬家鄉 它的這個 當年是龜甲萬的員工 本來以為要一直把龜甲萬 持續的擴張下去 觸賣人是龜甲萬的員工 是 但沒想到他們撤了之後 那那個川普案當時叫 他叫吳文華 所以當時覺得說 這個台灣還是需要有醬油廠 因為我們的飲食習慣跟日本很接近 我們需要醬油 但我們沒有釀造醬油的工廠的時候 就缺一味 所以他還特別把 他先前認識那個日本釀造權威 叫梅田把它抓過來 所以為什麼叫萬家鄉 雖然我們後來都以為是一家烤肉萬家鄉 不是 但是那個萬字就是龜甲萬 所以到那個 那是龜甲萬的萬 對 他向他 是旺本 對 沒有旺本 而且更重要的是 因為醬油工廠 我們這樣講 醬油工廠要那個麴 然後要黃豆對不對 可是你賣出去 你釀造大概要半年 然後你賣出去要收貨款回來 大概又要半年 所以整個掉頭寸的時間 接近一年 你知道這個吳文華 當時是到迪化街的布行 就是那些最有錢的 超有錢 老妹台灣人去掉頭寸 然後因為他過去都很誠實 很守信 就是該用醬油 然後會送給你 然後回收的時間 都準準照這個時間 對方願意給他錢 才有辦法撐過這種 掉頭寸要這麼長的時間 所以一路走到後面 因為沒有零售通路 就是他到他家 第二代無人村的時候 沒有零售通路 就要騎腳踏車 或者是用推的 去運送醬油 據說那醬油是一桶一桶 木桶子的醬油 對 而且很重 就是你去看到做味噌的 或者是這個釀酒 他們用的都是大木桶 為什麼 因為以前醬油 味噌是同一家 都是用黃豆 所以你必須要 木桶送 然後要送給餐廳 然後家庭用的 就是極少數極少數 所以到了後來 他們才開始想辦法 到石油危機的時候 因為他們擔心黃豆 那時候被管制 因為那是重要的物資 所以才到美國去開公司 開支善業 都會用來 解決 研究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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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